大家一定都听说过什么北京公交灵异事件 成都僵尸事件 双鱼玉佩事件 日本如月车站等等恐怖传说 但那些大多都是人为编造的鬼故事 既找不到当事人也没有旁证 而1977年在我国河北农民黄炎秋身上发生的这起事件 有人证有物证却至今无解 一年前我刚当up主那会儿曾经讲过这个故事 那今天为什么又要重讲呢 因为我要炒冷饭 不因为我最近在二手市场上淘到了珍贵的走近科学早年DVB 很多珍贵的画面得以重见天日 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谁在背我飞行事件的高清重置版 让我们再次领略这起离奇恐怖的事件 这是中国三大UFO悬案之一 一位农民被两个不明飞行人携带 一夜之间飞行数千公里 是外星人劫持还是人类会飞 28年的疑问铺满了河北大地 谁在背窝飞行 走近科学正在不出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44年前的1977年7月27日这晚 刚订婚不久的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21岁的村民黄炎秋身上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1977年7月27日也就是农历6月12的晚上 劳累了一天的黄炎秋在吃完晚饭后就躺下睡觉了 然而这一躺下竟成了一切怪事发生的起点 欢迎秋在河北农村的家中刚刚躺下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居然躺在一条繁华的大街上 通过附近的招牌来看 这里应该是南京的玄武湖 黄炎秋顿时手足无措惶恐万分 自己从小就没离开过农村老家 这一觉醒来却躺在南京的大街上身无分文 我怎么办 此时突然身后两个人拍了拍黄炎秋的肩膀 他一回头是两个身着白色公安制服的小伙子 黄炎秋隐隐的感觉 半睡半醒中就是他们二人背着自己从河北来的南京 二人掏出一张火车票告诉黄炎秋 你坐火车去上海 那里有潜送站可以送你回邯郸老家 随后二人将黄炎秋送到车站站台 并且在站台上目送黄炎秋的车离开 四小时后黄炎秋到达上海 可没想到这两个人居然早已在站台上等他 他们是怎么做到比火车还快的 黄炎秋的内心此刻害怕极了 可什么都不敢问 随后二人将黄炎秋送到潜送站便消失在了夜色中 现在我们再把目光转回黄炎秋老家河北肥香县这边 7月27日 家人发现黄炎秋失踪的第十个小时后 村里就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第九遣送站的电报 说你们村的黄炎秋在这里被收容 速来领人 村里立刻派黄炎秋的三个亲戚去上海接人 三人几经辗转终于来到上海 因为人生地不熟 他们三个先去找了老乡 上海浦东高炮三师后勤部长吕庆唐帮忙 来到潜送站接黄炎秋 随后几个人又是一番折腾 终于在1977年8月回到河北农村的老家中 那么问题来了 按照1977年中国的交通条件 河北到江苏有着1000多公里的距离 如果是黄炎秋坐火车去南京 他先要从肥香县坐车到邯郸市 再从邯郸市坐火车到河南郑州 最后再从郑州坐火车到南京 因为当年河北到江苏没有直达车 这样算下来 黄炎秋至少也要两天左右才能到达南京 可从1977年7月27日晚 家人发现黄炎秋失踪 到村里收到上海来的电报 只过去了10个小时 这怎么可能 有人会说 那他就不能坐飞机吗 答案是不能 因为那个年代买机票是要看身份的 这就好比前些天肖战哥哥的粉丝 说我不喜欢肖战 所以我是农民 你不喜欢肖战 你连城市户口都不配拥有 同理 那个年代 农民身份的黄炎秋 机票也是不会卖给他的 而且咱们退一万步讲 就算是卖给他 一 他的经济条件买不起 二 邯郸到南京没有航线 他十个小时也到不了南京上海 所以此事无解 黄炎秋回到村子之后 全村都在议论此事 可就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 自己怎么一觉醒来 就出现在了南京 有人说 那晚接他的两个人 是黑白无常 他去了趟阴间 附近村民一时人心惶惶 刚刚和他订婚的未婚妻 也因为受不了别人的指指点点 和他解除了婚约 黄炎秋成为了孤家寡人 非常可怜 人们常说 时间会冲淡一切 一个月后 村民渐渐忘记了此事 黄炎秋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可就在此时 1977年9月 黄炎秋第二次在梦中失踪了 1977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 村委会召开大稿生产群众动员会 黄炎秋开完会 大约晚上十点多钟 回到家 劳累了一天的他 到头就睡着了 然而一觉醒来 他发现自己又身在异乡 这次黄炎秋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深夜 躺在上海的一条街上 与此同时 家人发现黄炎秋失踪后 开始寻找 寻找过程中 众人在黄炎秋家后院的墙壁上 发现一行可怕的文字 山东高灯民高炎金放心 高灯民高炎金两个人是谁 是不是他们两个把黄炎秋带走了 叫村里人放心 全村再次人性惶惶 目光再回到午夜的上海 黄炎秋身无分文出现在这里 急得都要哭了出来 要不去部队找上次帮忙的老乡吕庆堂 可上海这么大 我去哪找部队啊 就在此时 那两个神秘人高灯民高炎金 又出现了 两人似乎知道黄炎秋在想什么 带他一路穿越半个上海 来到浦东高炮三师门前 三人来到部队军营 看到战士持枪站岗戒备森严 两人带着黄炎秋不加思索 静止朝部队宿舍去走去 如入无人之境 港哨也毫无反应 就在吕海生给黄炎秋开门的一刹那 他的确看到了一个军人 站在黄炎秋的身后 难道他真有高人相助吗 二人把黄炎秋送进军营后 就再次神秘失踪了 这一次部队领导 对黄炎秋的到来十分震惊 该部队是负责上海地区防空任务的重要部队 部队内部调查后得知 那晚确实没有哨兵看见过黄炎秋 部队领导决定再次前送黄炎秋回邯郸老家 并且警告他 再赶来一次 指定没有你好果子吃 黄炎秋也满心委屈 自己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 一觉醒来 就躺在上海大街上 我有啥办法 几天后 黄炎秋再次回到村里 这一次村里彻底炸开了锅 黄炎秋已经无法面对人们的质疑和惊恐的眼神 又浑浑噩噩噩过了半个月 黄炎秋第三次失踪了 这次失踪就好有一笔 哥哥吃了华莱士 一飞冲天 大约在1977年9月20日傍晚 黄炎秋计完公分刚准备回家 突然感到一阵头晕 便栽倒在地 失去了知觉 黄炎秋在九天之内被两个能飞行的人背着 飞越了19个省市 抵达了兰州 北京 天津 哈尔滨 长春 沈阳 福州 西安 八个城市 累计飞行一万多公里 而且每到一个城市几乎都只花一两个小时 从沈阳到福州 实际交通距离至少在2000公里以上 可黄炎秋仍然是两个小时就到 平均每分钟至少飞行20公里 差不多每秒钟300米左右 这是接近音速的飞行速度 以声音的速度飞行 黄炎秋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黄炎秋这次失踪彻底放飞了自我 这是他第一次在清醒状态下飞行 是高灯明高炎金两个人背着他 在距地面三米高的位置 玉空飞行 黄炎秋说 在过程中感受不到有风 黄炎秋说 这两个人带他游览了九大城市 9月20日一觉醒来 出现在兰州一家宾馆里 次日二人背着他飞往北京 当晚二人带他进入长安大剧院 看话剧 逼上梁山 黄炎秋说 他们没有买票 和当时在军营一样 检票员察觉不到他们三人的存在 他们静止走了进去 看完戏 二人又背着他飞到天安门广场上 缓缓降下 游览天安门广场 随后二人带他飞往天津 看了一场电影 次日飞往哈尔滨 逛了一家百货商场 当晚又飞往长春 次日又飞水扬 9月25日 横川大半个中国来到福州 25日白天飞往南京 9月27日中秋节 三人飞往西安 当晚再次回到兰州 到了兰州 黄炎秋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了自家的枣树下 回到了家乡 黄炎秋回忆 两个飞行人走到哪个城市 就会用当地的方言和当地人交流 入住所有旅馆 介绍线也早已准备好 一路上黄炎秋都非常害怕 两个人似乎知道 黄炎秋心里想什么 告诉他 你放心 不要害怕 玩够了就带你回去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黄炎秋三次失踪的真实性 关于黄炎秋 第一次瞬移南京和上海 有上海遣送站 发往邯郸的电报 以及村民的作证 第二次闪现去上海 有上海部队 调查黄炎秋身份时 发给邯郸的文件 以及部队几位当事人作证 而第三次黄炎秋闪现九个城市 并没有任何人证物证 全凭口述 可蹊跷的是 黄炎秋回忆中 游览这九个城市的天气 和1977年9月那几天的记录 完全一致 更神奇的是 黄炎秋声称 三人在北京长安大剧院 看了话剧 逼上梁山 走进科学的记者 翻阅了历史档案 档案记载 1977年9月长安大剧院在装修 没有开业 诶 是不是黄炎秋撒谎被识破了 可好巧不巧 记者又查到 在长安大剧院隔壁的吉祥剧院 1977年9月21日 真的在上演 逼上梁山 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一种假设 黄炎秋那晚真的在北京 看了话剧 逼上梁山 只不过他误把吉祥剧院 看成了隔壁的长安大西院 想到这儿 令人极被发凉 也正因如此 黄炎秋飞人事件 至今都是一桩悬案 当年走进科学专家 对黄炎秋进行了催眠 并且根据催眠中的描述 请刑侦专家姚警官 绘制出了我们看到的这两张 高灯明高炎金的画像 这两张画像也成为了无数人的童年阴影 世世代代 世世代代都以重地为生的黄炎秋 怎么会想到是外星人在背他飞行呢 高灯明和高炎金难道真是来到地球的外星人吗 再后来有人带黄炎秋到专业机构 进行催眠回忆当年的细节 可没想到再进行第三次催眠时 黄炎秋突然在梦中惊醒 他说刚刚在梦里 25年前的高灯明对我说 给我赶紧停止 走进科学的专家 2005年带黄炎秋又进行了测谎 可因为事发1977年太过久远 测谎并没有成功 最后节目组带黄炎秋来到著名的北京安定医院 经过记者专家教授一系列调查后 得出结论 专家认为黄炎秋是一种梦游症 那没事 这个解释虽然不靠谱 但确实可以理解 毕竟事发1977年 大部分细节都靠当事人口述 除了疫病和梦游 你也没有别的好解释的 有一些严重的疫病 或者严重精神分裂的患者 他们在发病时 可以做到和常人一样的事 甚至可以买票乘车 到处旅游到处逛逛 但醒来后却什么也不记得 坊间有传闻 当年节目播出后 导演亲自给黄炎秋打电话说 我相信你的经历是真实的 但是在电视上 我必须说这是假的 当然这个传闻真实性存疑 除了科学的猜测 民间有哪些猜测呢 有人认为高灯明高炎金两个人是外星人 他们捉弄黄炎秋并没有什么目的 就好像我们把树上的一个蜗牛 移动到另一棵树上 我们只是闲得没事干而已 还有人认为高灯明高炎金二人是未来人 也许按照原本的世界线 黄炎秋的后代在未来制造了一场灾难 为了阻止这场灾难 未来人穿越回来 捣乱 让他失恋 让他没孩子 确实因为失踪事件 黄炎秋和订婚的妻子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还有一种更邪门的说法 尤其是走进科学的御用专家 中国UFO研究会调查部主任孙孝川 不 张静平老师认为 高灯明高炎金二人是有飞行能力的人类 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 甚至还有网友提到 清代吉小兰所著《粤威草堂》笔记中 曾经记载这样一起事件 山东有一个老头坐在自家院子里 不一会儿家人发现人不见了 焦急地寻找几天后 终于在几百里外 牢山的一座寺庙里找到了他 他说自己被两个能飞行的人 抬着抬到这里 不得不说 这个故事和几百年后的黄炎秋事件如出一辙 那会不会高灯明高炎金这样的人 自古就有呢 只不过至今没有被我们找到 黄炎秋老人至今近在 44年过去了 他至今依旧坚称自己当年没有撒谎 一切都是实话 我想谁在背我飞行这起事件 过去找不到真相 现在找不到真相 将来也很难找到真相 一切真似也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请问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谢谢大家 我是邓肯 咱们下期见 关于黄炎秋能否在1977年乘坐火车一夜之间从邯郸到达南京 我们走出科学节目组有幸的请到一位专家 中国交通广播的著名铁路UP主 高雅老师 高老师好 哈喽大家好 高老师 那么请问您认为 黄炎秋在1977年有条件一夜之间乘坐火车到达南京吗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 1977年 我还没有出声 那没事吧